最近白灼汁在网上卖的特别火啊 今天我将详细做法和配方分享给大家 做好的白灼汁可以做白灼大虾 白灼鱿鱿鱼 白灼八爪鱼 白灼螺片 各种海鲜 首先取一个大桶 装入清水 加入芹菜 香菜 胡萝卜 还有洋葱 泡发好的香菇 清洗干净以后 放入大桶中 这边是虾米和虾干 简单清洗过后 倒入大桶中一起炖煮 经过一个小时的小火熬制 把里面的渣全部给它过滤出来 然后倒入事先准备好的 生抽 味极鲜 美极鲜 鱼露 万字酱油 冬古一品鲜 味精鸡精 老抽 等等 我会把所有用料配方 打在视频的最后面 大家可以去截屏保存 当然 如果你嫌太麻烦 不想自己做的 也可以关注我 或者点个赞 我寄给你 烧开以后撇去浮沫 再煮三分钟左右 直到把里面的冰糖完全煮化 就可以了 这个时候我拿来一个盘子 盛一些 放入碗中 我是要观察它的颜色 如果颜色不够 可以加一些鸡饭老抽 增加红量的颜色 最后再加入适量的芝麻香油 把表面的浮沫撇除干净 一定要等它完全烧开 然后才能关火 晾凉以后就可以打包分装 原来网上卖的特别火的白灼汁 制作起来也非常的简单 等会装好了给我留一袋 我要留五公斤 装好以后留五公斤 好